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conflict of interest 叫利益冲突 您说这利益冲突 都是谁和谁之间有冲突呢 比如说有两种 第一种 我是审计师 我是accounting firm 我和我的客户有同业 所以在同业中有竞争 所以我们有冲突 比如我审计师提供咨询吧 我这个客户是谁呢 麦凯奇 人家也是搞咨询的 好了 那假设您能够跟他是同一个体谅的 我们说您和客户之间 有这种conflict of interest 但是这种情况不是最常见的 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复杂的 甚至呢说ACCE的考试中 根本就不会涉及到 到目前为止啊 根本就不涉及到说 客户和审计师之间的同业竞争 那么他主要考察的 反而是现实当中 最为常见的一种情况 就是作为accounting firm的 您审计了好多的这个上市公司 而保不齐啊 这上市公司之间 就是同一行业 就是有同业竞争 所以这种情况是最为常见 并且棘手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 这种conflict of interest 也就是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clients 之间应该怎么处理 首先您现在看到是教材列出的一个基本套路 意思就是作为审计师的我 马云和马化腾同时看好我哦 我好happy 可是您happy过后 你想了一个问题 这两个人同业竞争 会不会有问题 于是乎您第一件事要做的是 notifying all non-relevant parties 也就是说啊 现在您不是考虑 我告不告诉马化腾 或者告不告诉马云的事 而是所有相关各方 您都得知悔一遍 说什么呢 说马云 我那边还审计化腾 你觉得行不 跟化腾也说 说那个马云那我也审计 您有没有意见 如果这些人说momentary 算什么呀是吧 都是大佬 谁怕谁 好 那在这种情况 大家都同意了 您获得了他们的依赏 好了 那您就审计 两个客户都在您这无妨 但是只要有一方不同意 您就得重新去考量这个事 到底能接谁的活 所以第一点叫 notifying告知 告知完之后呢 可能会需要获得他们的同意 才能够接这样的客户 接下来还没完 您的saveguard还包括 你想啊 之所以我们所有的互虑 就是因为客户之间同业竞争 就是担心呢 我们审计师在审的时候 结果呢 就扮演了很多的 就暗装的角色 是吧 马云说 哎你去审计化腾 我不在乎 其实呢 是想说 在审计化腾的时候 通过你审计师了解一些 马化腾的信息 怕就怕这 那我们就用到了之前 针对什么的方式呢 self-review 您不是怕自己审过自己的这个工作吗 我们当时说separate team 现在就怕呢 哎 两拨审计师 两个竞争客户的审计师之间 相互信息交流 于是采用的方式 也是separate team 不同的小组 除了用不同的人之外 您还得有一样 这个相对的 presigious 干什么呢 让这些组和组之间呢 别互相能打上交道 别有信息沟通 怎么办呢 办公地点都给隔绝了 连吃饭都不在一个食堂 这个叫做您事务所会用到presigious 此外我们还得跟我们所有的team member讲清楚 你们该怎样做才能够做到confidentiality保密 对不计 每个人都写一份什么呢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都签个保密协议 就是我们说保密到爪牙 每一个环节都不落下 就算您做了这么多 还不放心 怎么办呢 经常看看regular review 看看我们这些啊 用于限制team之间沟通的这些措施 看一下我们这些team member之间 他们做的怎么样 来确保那些save guide真的好用 这叫regular review 当然所有这些啊 是我们在努力 为了让客户真正信任我们 我们还可以跟客户 把丑话说到前面 您别不好意思 你除了我 你还可以再找别人 再审一下 再获得什么呢 additional independent advice 您再从其他地儿获得个意见 也不好意思啊 这就是讲一般性的 我们的save guide 下面呢 我们就用一道案例题 来跟您说一下 这一年得怎么组织 现在您看到的就是 the finance director of record 他已经告诉了我们的panda 说呀 我们现在呢 是要请你来审计 为什么请你来审计呢 是因为我们看好一件事 说是我们那个competitor 他也找的是您 哦 这可拉好 我们发现 这客户好像聚心不良 之所以看好您是 因为看好 你给他的竞争对手 也做审计 现在我们就看 这得怎么办 按照我们的套路来说 第一步叫告知notify 都跟谁说呢 Bose Bose recorded and is competitive 这是奢侈的几方 Should be notified 都要知道 都要知道什么这个事呢 就是啊 现在作为审计师的我 我是给你这两个竞争对手 都在要做审计了 If necessary 如果遇到了一些具体的情况 有人不同意 那么您还得在获得人 同意前 一下才能再往下审计 否则这业务 咱就不能接 If necessary Concerned should be determined 好 这是讲告知 并且获得许可 我们呢 在这儿把答案的 这个顺序 也是调整一下 您既然都告知了 您再把丑话 说到前面 说您不妨 再找个人 获得一下 Independent advice 就是讲 要跟双方说的事 两个方面 第一告知并获得 consent 第二告知您 还可以再找个人 接下来就是审计师 自己的事 首先呢 The use of separate team 是必须要做的 您不是怕这中间 有信息互动吗 您不是怕有安装吗 怎么办呢 您用不同的小组 不同到什么程度 从上到下 上是谁呢 Engagement partner 下是谁呢 Member A 从头到脚 都不同 那么他在这儿 举了个例子 怎么叫不同 就是说您这个 Team member中的这人 如果审计的啊 是其中一个 Client 那他肯定不能同时 去做另一个Client 就是竞争者的那个活 就是严格的隔离啊 The separate team 在这儿呢 我们往往还用一个词 叫Chinese wall 就是说您这个分呢 This separation of teams Is known as building 它们真的是separate 您就要用措施了 To prevent access to information 信息 咱不能胡同有无 For example Strict physical separation of both teams Confidential and secure data fighting 从你们办公的地点 到你们保存信息的这些戒指 都要分开 也就是 Presidious上 我事务所有考虑 有作为的 我事务所怎么做 是一方面 我还得告知 你们每个人 自己该怎么做 叫Clear Guidelines For members of each engagement team on issues of security and confidentiality 我怎么能够确保 你们每一个人都知晓 这个相关的保密要求呢 比如说 These guidelines could be included within the added engagement letters 我可以把这事 写到业务约定书中 这样大家都清楚了 最前面Presidious 是讲我要采取一些措施 而Guidelines 更多的是告诉每个人 你该怎么做 Potentially the use of confidential agreements 实在不行 为了更确保这个保密性 每个人咱都签一个保密协议 谁呢 By employees and partners of the firm 所有这些两个题目中 每一个成员 不管是判的 还是member 咱都签 这就是最后的一重防线 您做了这么多 但是担心呢 不大好用 怎么办呢 Vegular monitoring or regular review 来看一下您上述的这些 Presidious Guidelines 有没有得到遵守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看这个 SafeGuard 前面所有这些SafeGuard 的执行效果 谁来看呢 Senior Individual 就是一个比较高档次的人 而且这个人呢 还是一个独立的 什么叫独立 叫做Not Inval 没涉及到这俩客户 审计中的任何一个 很超然的这么一个人 好了我们看到 说SafeGuard 已经做了很多 您不放心对吧 找人来 Double Check 这个人一定不是一般人 叫什么人 Senior 而且这个人 还得是个独立的人 什么人 Not Inval 就是独立的意思 好 那我们通过刚才的讲解 您就发现了 这个Conflicts of Interest 最重要的 除了两个告知之外 就是Separate Team 怎么能够Separate 到家到底 我们说有Presidious 有Guidelines 我们还签这个保密协议 不放心 我们还Double Check 好 那么通过这些 才能够保证 您接了两个竞争的Client 这事还能够正常进行 那么通过今天的讲解 我们会发现 有这么几个 非常重要的内容 一个是 Fundamental Principle 最基础的这些原则 您怎么去理解它 其实对后来 您所有的职业 都是有着很重要影响 另外在职业过程当中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独立性受到威胁 那独立性一旦受到威胁 您这职业道德 它也就是受损 受损了 别人就不信我们 不信我们 我们这行业 它就没价值了 那么这个威胁呢 有很多类型啊 怎么去跟人说这事呢 我们把它划分成五种 所以说五大受损 但是您得有对策 这个对策是一个套路式的 您发现这对策 它不一定说是指定针对什么 但是它会有一些相似的道理 比如说您要分开 相互之间的利益 我们叫断舍利益 您觉得这个事之间 可能是self-review 或者conflicts of interest 您就得separate team 所有的业务 您做完之后不放心 都可以double check 也就是呢 independent review 所有的事您不明 都可以communication 最后解决不了了 您都可以resignation 也就是我们讲呢 取消业务约定 withdraw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把职业道德 跟大家说完了 您千万记得 在考试当中 这case可能五花八门 超出您想象 但是考点就只有今天 所想到了这些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